孤独感其实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体会过父母的爱 就很难讲有孤独感这回事 你说早寻父母的这个过程 因为我小时候是11岁之前 是不知道自己生日的 11岁以后也是一个大人 突然之间告诉我 其实你是这个生日 因为我是早读书是9月份的 他们就把我生日改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反正就是改成 我可以去早一年读书的 小时候呢 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 我应该是去当公共汽车驾驶员 因为技校嘛 初中毕业 我是市中典中学毕业 他们就觉得 我是中典中学毕业 就可以去考一个技校 然后那个时候 就说公共汽车是失业单位 铁饭碗 然后女孩子开车特别稳 所以公共汽车驾驶员 对我来讲是最好的出入 但我不甘心啊 我是市中典中学 我读书又很好 然后我一直还想着 哪一天我能够读大学 那个时候大学是很稀奇的 不像现在很多 所以当时呢 我就在填志愿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先填志愿 在考试的 填志愿的时候 我就瞒着所有的人 就填了自己本校的高中 没想到后来考的还挺好的 我寻找母亲的经历也挺 挺dramatic 就是戏剧性的 因为我当时是 初中考高中95年上海卷 我们上海卷和全国卷人不一样的 就95年上海卷 初中考高中的时候 那一年 他的作文期末是母爱 然后我呢 在语文嘛 你八道卷子 第一样看的作文 因为大题 好多分呢 我就先看了一下卷子的最后 看一下作文题目是什么 母爱 没想到那么 那么老套的一个题目 真的是没想到 所以当时 其实在考场里就哭出来了 就画一下 人说不懂自己感情 我都不知道我该写什么 脑袋一下闷 我觉得这是我能够改变 自己命运的一根稻草 我要抓不住了 但是呢 后来就把自己情绪调整好 因为监考老师过来 看到我这样子就跟我提醒了 你让我再这样 我就把你请出考场了 你影响别人 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可能紧张吧 我其实不是紧张 真的是惊吓到了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发挥好 就觉得我要发挥不好 我就得去当空气车家 就不说不好 只是我觉得我可以做更多事情 所以呢 当时就强忍着自己的情绪 一定让自己冷静下来 把这场试考好 我呢最后考得很好 敬了我们母校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高一的老师 我的语文考得非常好 然后我的语文老师了解到 我几篇作文高分 我的作文怎么写的呢 我写的是 反正把我自己 做梦梦到的 想象当中的一个母亲 该有的所有的爱 所有的那个形象 正面的形象 我全写进去了 然后最后最后一段 我写的就是 其实这些都是我想象的 我没有母亲 然后可能这篇文章也挺感动的 所以当时我考的风也挺高的 然后我的语文老师 是我们上海六个特级教师之一 他在澳门教学过七年 我妈妈 我只知道那个时候 他在深圳 然后他在高一 进高一之前 他就跟我加访 然后就知道我一些情况 他就说他能够帮我去找到我的母亲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 然后就偷偷的回去 从家里那边偷出了一封信 那是很早很早之前 我母亲给我写的信 不会写给我的 我那时候还不太识字 应该是写给我家里人的 但是我知道 因为我看到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了 这字上面写的深圳 但是那个是很多年前 我都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 那是一个他工作的地方 然后我就把这封信 偷出来给了我的老师 让我老师帮我去寻找 我的老师真的就帮我找到我的妈妈了 但是那个时候 好像就变了六七个工作了吧 他就一个个帮我去找 非常好的一个老师 然后找到了妈妈以后 在教研祖办公室中午的时候 打长途电话过来 然后我就会到教研祖办公室 他会打过来 我在哪接 因为接听是不要钱的 就这样子找到了我妈妈 然后呢 我高一放暑假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没到十六岁 也没有身份证 就拿着我的学生证 自己一个人就坐飞机 去找我妈妈了 那个时候他给我寄了一张机票过来 我第一次坐飞机 也是第一次进机场 那个时候机场 还有机场建设费的 我记得很清楚 不懂啊 什么程序 那个登机了 啥也不懂 没关系啊 就问别人 一个个叔叔阿姨的 特别嘴甜的就问 然后人家就告诉我 嗯 然后在机场那边下来接机的时候 其实机场大厅里面很多人 我在人群当中 一眼就看到了我母亲 这种感觉 你说像吧 也像 但是你说不像也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人群当中 我就知道这一定是我妈妈 一眼看到她 一开始是很兴奋的 那年我待了十天 我就回来了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就变了 其实我后来也想想也是 一个母亲 我自己也是母亲 现在 她在我六四个月的时候 就能够把我扔了 就不要我 这种不是一般女人 可以做得出来的 毕竟是自己 自己的孩子嘛 而且她后来都没有 生过自己的孩子 就我这一个 后来结过很多次婚 但是就没有生过自己的孩子 我母亲是一个 很另类很另类的人 她现在在美国 她后来到了美国去了 后来呢 我们的联系是断断续续的 因为我开始发现 其实不太她身上 不太她身边长大 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她的性格 非常强势 非常的 以自我为中心 也就是为什么她能够做出 把我扔下的这种事情 我不太赞成 我就是觉得 我成长的这个环境家庭吧 不管他们对我好不好 他们穷 他们没有文化 但是他们给了我一口饭吃 他们没有让我睡街上 然后他们 他们还都是 是上海底层的人民 但是是善良的人民 我就记得 就是路上有个 香蕉皮 我奶奶都会去捡起来 根本不是她 看不到 看到了 她可以避开的 但她会把它捡起来 她就说 哎呦 别人看到了 可能会摔跤的 我不能这样子 我看到了 我就得把它捡起来 她是个很善良的人 但她因为她的文化层次 她对我被打击嘛 就不是那种 藏有意义上就是 哎呀呵护百智的 不是的 而且很多时候是冤枉我的 但是没关系 因为这些就是他们决定 他们的文化决定的 但我很珍惜 但我很珍惜 因为他们毕竟把我养大了 所以我就是 我妈妈是这么 后来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 等我 她到了美国以后 那是那年我正好怀孕 她再也没跟我联系过 她后来 加了一个美国人 然后她的生活也不一样 反正我就这样子 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我们也没有微信 她也没有跟我联系过 我爸爸也是 也现在 但是我知道她已经结了好多次婚 也是没有 以前每一次我回国 我想看一看家里人 现在已经都 不在了这些人 但是就把我养大的 但是我父亲 他会每次都知道我回去 他会到那边去 我一的就伸手要钱 好像我很多钱一样的 我会给 但是我 怎么说呢 心里很疼 而且我每一次回到中国 你知道上海弄堂的那些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都看着我 长大的 我们都拆迁过去的 很多都是知道我的 然后也知道我们家的一些情况 所有的人都很诧异 我怎么会出国 所以大家都以为 是我爸爸神吃解用 把我送出国的 比如说我神吃解用 他一分钱没给我买过 没给我过 一样东西没给我买过 一支笔 一个零食没给我买过 都是我自己 但是呢 我每次回去 这些愣堂里的阿姨叔叔 就开始跟我说 哎呀 季鸿啊 你要记得到 这个你爸爸这么不容易的 把你养大的 所以你要 不能这个不懂得呢 你要真图报的 你们家这种条件 他把你送出去 我是没法说 没有办法解释的 但是也无所谓了 反正回去就是钱 所以没有什么感情的 他后来也结了好多次婚 他有自己的生活 有自己的孩子 所以对我来讲 这也是一种遗憾吧 但这种遗憾 也造就了我自己的性格 独立 就像用 我 亲生父亲的一句话 这个女孩啊 给她放在沙漠里 她都能开出一朵花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